今初有聚 無畏無聚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那今天的大盤繼續往上走啦 那盤中甚至一度創了這個波段的新高 那雖然收盤沒有再繼續創新高啦 但是整體來說呢 表現也是延續昨天的強勢 我今天續漲 不過今天盤面 稍微 應該說是強者很強 弱者很弱的格局 還是比較明顯 那昨天晚上F1C嘛 對不起 海豚十年啦 海豚半夜兩點沒有爬起來看 因為海豚鬧鐘暗跳之後想說再睡一下 結果不小心一睡就睡到了天亮 不過不影響啦 不影響 整體的盤勢就目前還是往上走嘛 所以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關於昨天的F1C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了相關的解讀 那海豚今天除了幫大家解讀F1C相關的消息之外呢 也跟大家談一下 接下來盤勢看法還不知道怎麼看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 第一個海豚直接幫大家整理這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F1C兩點時候公佈的一些數據的相關重點 第一個就是升息一碼 點證圖顯示預計5月要再升息一碼之後就要停止升息了 那為什麼 因為目前利率是升到了4.75到5% 但是今年的中端利率還是5%到5.25% 連準會出來的話大概也是5.15%左右 所以等於說還要繼續再升息一碼 那等於說升到5.5%到5.25%之後呢 就要準備停止升息了 那所以呢市場就開始 還是比較偏樂觀就反應 這其實是符合海豚的預期的 應該說是 當然說昨天 除了巴爾談話之後 葉媽媽 參政部長葉倫 其實也有出來談 那只是我覺得說 他對於銀行股這個未受保護的銀行股來講 他們之後可能不會提供救援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可能也是測試一下 來市場的這個 測試一下市場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是認為說這個其實就有點 有點類似非經濟性因素的利空 因為他講這句話 那就代表說之後其他銀行一定會有問題嗎 未必嗎 那真的有問題的話 政府真的不會出來救嗎 這就很難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不算是什麼太大的利空 所以其實美國在盤後盤 也恢復了上漲 那所以這部分我們就去看下去吧 所以基本上原則 大致上尊的聯準會跟市場的反應 那大致上都是符合海豚的預期的 那再來就是 在這個F1C的說詞上面 說詞上面 在2月份的F1C呢 基本上是有提到 見到放緩 通膨的部分 有見到放緩 那時候包爾還很振奮的 說我們終於看到通膨開始正式的進入放緩的階段 但是這次又改了 改成通膨人居高不下 當然主要問題就是 就業啊消費者信心相關的數據 這個還是持續的強勁嘛 那第三點就是在升旗的說詞的部分 從上次就是說要持續升旗 但這次是改為適當的緊縮 那這個說法其實是蠻相當鴿派 蠻相當鴿派的一個說法 因為持續升旗代表說後續還要一直升 可是適當緊縮就代表說 接下來可能隨時就要準備停止升旗了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一句話 這個的修正讓市場認為說 這個聯準會你們是不是要改當鴿子啦 所以就昨天市場在兩點的時候是先上漲的 但是後來下跌嘛對不對 那當然葉媽之外 那他報爾會報爾在記者會的重點呢 也跟大家講一下 他有提到SVB 這個銀行的倒閉呢 基本上是一個個案 那之前有跟大家聊過 就是說SVB因為它的業務組成的狀況不同 加上本身管理層的失誤 所以導致他們公司的這個銀行的倒閉 那其實其他的銀行 未必會像SVB一樣有一樣的問題 而且之前之前有我說過嘛 去年呢 基本上FED就有對相關的這個銀行股 去做所謂的壓力測試 顯示說假設金融風暴再次來期 基本上也不會有太多銀行 就是基本上好像百分之九十幾的以上銀行 都有通過嘛 通過這個測試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就有提到說 我認為只是一個短線的利空 那重點還是在F1C嘛 那再來第二點 那鮑爾認為啦 最近的經濟數據還是強勁啦 所以顯示了通膨不確定性還是高的 那這個地方就覺得有趣 經濟數據強勁不是應該是認為 通膨持續的強勁嗎 但是不確定性高 也是因為跟這個銀行倒閉有關係 因為銀行倒閉會導致什麼 大家可能會相對來說 比較擔心後續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所以可能投資啊放款啊都會相對的謹慎 所以導致說 市場本身就在什麼 本身就在自己緊縮資金了 所以也導致聯準會這次認為說 說不定只要升到5.1% 5%到5.25%就夠了 但是呢他也說啦 因為通膨不確定性高 如果說假設他預估的 市場對於這個放貸啊或者是借錢的狀況 沒有緩和下來的話 還是持續的強勁的話 那可能通膨又富然的機會又更高 所以他還是要保留這個持續升級的選項 那只是呢 相關的這個狀況還是要看後續的總金數據啦 所以呢目前升到5%到5.25% 大概是聯準會的共識 但是他也提到了第四點 今年不會降息 而且沒有結束QT的選項 也就是沒有結束縮減這個資產負債表的選項 那記得在上禮拜還蠻多網路有人在提到說 很可能這一次呢可能繼續升級 但是可能要放緩這個QT的規模 可是現在看起來是完全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算是對市場來說算是正向的消息 那為什麼 不是說海淳之前一直講說 縮減資產負債表等於說在市場抽資金嗎 那抽資金不是不利股市的上漲嗎 為什麼現在海淳變了 那我必須要說 因為市場在真正的結束這個行情之前 如果說市場經濟是持續強勁的話 那他們就有力道持續去做一個QT的動作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們這時候跟你說我們要結束QT 甚至我們開始降息就代表什麼 市場有問題 那既然現在市場沒有問題沒有太大的系統性風險 所以很自然的他們做出這樣的決議 對我來說是反而是市場是可以持續偏多看待的 好所以為什麼也就是說什麼升息呢 反而要偏多看待 好那現在市場反應就是認為7月還是要降息 那這次FED是隔派的升息 好那看這張圖 7月目前市場預估跟聯主會是有差距的 目前市場是認為5月就不會再繼續升息了 而且在7月就開始要見到降息的循環 那但是這跟聯主會的說法就不太一樣啊 聯主會是說 今年還是不會有降息的機會啦 你們不要想太多啦 不要想說我們馬上就會降息 那個息一降下去 雖然說可能救了銀行的流動性什麼殺小的 可是問題是通膨會再起啊 大家知道 停滯性通膨 或是所謂的惡性通膨 是比經濟衰退來的還要恐怖的 所以聯主會是選擇他們不要停滯性通膨 他們寧可要經濟衰退 但是只有在銀行體系金融體系不要爆掉的狀況下是最好的 我是覺得啦 FED還是有一點點把市盈一切都想太完美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持續留意什麼 這個倒掛的現象 雖然昨天在確定下升息一馬之後 的確倒掛又擴大了 那但是呢 至少是沒有往零走去加速回歸 還是一樣看幾個指標啦 第一個就是什麼時候停止升息 第二個就是看美元 美元如果強升 好像昨天美元是比較偏向下跌嘛對不對 如果說美元強升代表什麼 避險資產大幅流向美元 再來就是看 十年期跟減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如果這三個指標 都同時都進入了什麼 就美元開始強升了 開始停止升息了 甚至開始降息了 那公債殖利率倒掛呢 也結束了 我覺得後面的風險反而是最大的 這三個指標大家把它記得 好 再來就是 全球的金融壓力指數 在最近的銀行股風波之後 其實大幅的升高 但是呢 在這個 那個瑞幸 瑞幸的事情結束之後呢 止血之後呢 其實也見到了明確的 這個下跌 所以金融情勢又再次的出現降溫 但是這個包偉也有提到啦 如果金融壓力指數 有因為這是銀行事件而 維持在相對高檔的話 他們會認為 未來不用上那麼多席 可是如果說這個金融壓力指數 大幅的下降的話 那就要留意喔 可能升息還是有可能在 往上走的 那當然他們可能持續升息 也代表說 這個多方市場 似乎可以玩得更久了 這就讓我們持續關注下去 好 總經就講到這裡 我們就進入這個 多空頭排列股票加速 佔大盤的比例 那大家如果今天有看海豚的Light 看看海豚的TG 就知道海豚今天 之前佈局的股票 其實股票動了對不對 就是海豚跟大家講 看這張圖的重要性 因為即便現在雖然是類股輪動快速 但是只要這個多頭加速是持續的再增加 就代表什麼 你買個股有機會會輪動到的 會輪動到 所以目前又出現了黃金交叉 也代表說接下來 以中小巡股來講 會是一段 相對安全的做多的時期 當然你不一定要壓滿 因為還是不知道銀行會不會再出什麼亂值 對不對 所以呢你不一定要壓滿 但是是可以比較放心的 去佈局股票了 那當然因為目前32.72% 距離60%的過渡區 還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是覺得 大家還是可以持續的 這個去做一個去Kendo操作 抱歉 好 那長線多的加速還是持續的緩降 持續的降溫 但是有趨緩 那Kendo加速是沒有拉起來 所以這邊還是偏多 偏多為主 代表說 這次的修正並沒有讓 太多的個股長線也轉空 因為畢竟如果連長線都轉空 短時間要翻多的時間 可能就要遞延 這也是接下來要觀察的重點 好再回來看指數 抱歉 剛剛吃了點餅乾 似乎有點卡喉嚨 好今天指數是有稍微的創高 不過收盤並沒有過高 收盤的位置是在15863 那前高呢是15878 所以是差一點點過高的 所以就看明天會不會收盤 收創新高啦 那也代表說 這一波的短期的修正 可能就正式的告一段落 然後重新回到多方式 不過從海春的角度來看 海春是比較傾向 還是留意16000點整數 或是說 稍微超過啦 這16000出頭的這個反壓 反壓在 在前面這一塊 進入這邊的壓力區 進入這邊的壓力區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 即將指數進入壓力區 不過進入壓力區 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為什麼 因為呢指數 因為像這幾天漲台積電 可能漲連電 漲一些全肢股 那至於 會導致說 中小型的輪動比較不好 對不對 可是 如果 指數 進入震盪整理 磁巾就流出來了 中小型股 有機會就變得更強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似乎還不用太擔心 這邊 就持續偏多操作 就對了 那海豚呢 磁巾使用率目前 拉到了五成了啦 也拉到五成 就看接下來就陸續看看 有沒有機會呢 讓這個海豚布局的標的 一檔一檔接的發動啦 因為海豚接下來 基本上布局的是 4月的行期 所以像今天喔 海豚的 JPPKY啊 其實我應該是前兩天 有跟大家暗示啦 就是說飛機領主機 還是可以拉回來看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只是意外 意外今天就動了 很意外 因為海豚本來預計 可能要4月要公布營收 才會動 沒想到今天就先拉一根 那當然海豚也是跟大家講 不建議大家就去做最高了喔 因為海豚有說過 之前在109 這根黑K的時候 海豚就有說過 海豚這天就有開始 再去做個積極的減碼了 那為什麼 因為海豚認為 大致上 已經把近年反應差不多 加上短線有爆個大量 對不對 爆大量 不管上影線 還是長黑K 最標準的操作就是什麼 先減碼再說 那修正之後呢 海豚就帶會員了 昨天這個量說得不錯 又站回全軍線 那我們就先布局嘛 布局之後再來看看 要不要再進一步加碼 這沒辦法噴得太快了 不過也沒關係嘛 我們先賺起來 不過也是停 大家就不要去做追高了 當然其他的飛機零組件 看法也是一樣 比如像這個 漢翔啊 寶一啊 這個最近都整理不錯 大概可以留意去做觀察 只是 沒有海豚的訊息 大家自己操作 紀律啊 防守點 記得進場前要先想清楚 基本的SOP 大家還是要去做注意的 那其他的啦 海豚還是比較關注 這個資金啊 到底什麼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要回流 這個生計股 這個生計股 苦苦等資金等了很久 那目前電子還在強勢的狀態 我是認為 要跑回來生計股的機會 還不太大 不過最近像這個寶瑞嘛 寶瑞呢 因為這個營收利多了 不是 那個二月字節利多 已經噴了兩根了 那看起來 有基本面題材的生計股 還是有機會動嘛 所以一些基本面有題材的 這個不錯的 後續有沒有機會 來拉一下呢 這個是海豚接下來要關注的一個重點 當然也有一些 新題材啦 之類的 這個也可以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好 那當然 好 那當然以今天的整體的產業指標 這個最強的可能還是散熱 不過散熱今天比較有趣啦 也出現上癮線 而且量 雖然說不是爆天量 但是量還不小 那如果說你這幾天你有去追這些 去追這些散熱股的 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海豚可以跟大家 因為海豚不會買 所以可以公開分享給大家 就是散熱股算短線連續上漲 但是海豚就海豚之前做的研究呢 是散熱他們今天算受惠伺服器 所以營運有所支撐 但是大部分 但是大部分 就是今年的成長 盈餘的 EPS的成長幅度其實不大 所以如果說大家要上 要去做追架的話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相關的追高的風險 當然說 有修正回來 你去做低階 再去拼下一波上漲 像海豚的JPKY一樣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不太建議大家去做過度的追高 而且海豚也認為他們上面的空間 可能會相對不夠 不過伺服器AI這個題材的確是很好 那當然有機會 因為市場的情緒啊什麼的 導致他們可能有過度 有機會後面再去漲個十幾%之類的 可是海豚是認為說 這已經不是海豚藥的族群了 要不然海豚早就寫在周報裡面了 所以以上呢 就分享給大家 好 那今天的分享簡單就到這邊了 那就 大家覺得海豚分享不錯的話 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還沒加入海豚LINE生活圈的 記得掃左邊的QLCore 那如果你還沒加入海豚的會員 你想要加入跟著海豚一起賺的話 那歡迎掃右邊的免費服務表單 記得跟助理澳下優惠啊 順便幫海豚增加一些業績 好 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好 掰掰 掰掰 謝謝 謝謝